4月10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华府举行峰会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根据联合声明草案 岸田与拜登将把日美关系定位为全球伙伴关系 加强在半导体 人工智慧 量子技术和生物科技等尖端领域方面的合作 4月2日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美国和日本都在加速摆脱对中国半导体的依赖 两国同意制定有关半导体 蓄电池和永久磁铁等战略性材料的新规则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宁 张其林 综合报道 铺铁客